對付客棧裡放死的卑鄙小人 為何不真要關你的殺進去 要在這看兩看 原諒你大便出於腦筋不領光 你知道這洞裡是義理還是死理嗎 你未動外屬不為勞中虎 但哪要偵插一下再說 看仔細兩個守門人的裝扮 快跟我學 你想幹什麼 現在不是脫衣場的時候 什麼我也要 被人家喬姦不好意思 回客棧比較好 你不是領棒難中過 變個花樣 怎麼扮成畢生門狀混進去 可是 我已經很清楚你生產交好 所以你不用怕被我看見 我幫你把褲子可以吧 記得胸部不要滾太緊 人家 是把你未來的丈夫著想嗎 不要跟張青學壞 暴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你又會騙人 又會懂些義理 這回憶容說得懂 這有什麼好奇奇的 不是我臭屁 我會的東西可多了 人家當朝鑽雲 苦毒十一年 懂得不見的兵衣場 那些肯酥皮的這些廟塔上 逢銀拍馬 壓榨良米的學問 他們可不會江湖砸耍的求生本事 更沒有膽子出生路死 好了 挑戰打扮如何 好醜 人家換回女裝 別鬧了 又不是要幫他加加酒 只要朋友要闖龍潭虎穴 不會不會 只要本人漂亮 不管穿什麼都漂亮 哼 我還怕你眼睛水亮 皮白肉鏡 被曉得是女兒生 我弄把污泥磨你了 不在你臉上 不 不要啦 真的也漂亮 真的真的 真不好看 畢生門的裝暴好土 一同以後就覺得自己變呆 嗯 竊口 什 什麼竊口 連竊口都不知道 一定是奸细 糟了 鐵巷沉不出去 不知道竊口是通關 通關口令 什麼竊口 我還想問你咧 你是什麼時候入門的 也敢問我竊口 你不認識咱們嗎 你是 不認識 而且這個人 怎麼菸之味 我要說聲 慢著 我倆是畢蛇 師尊所受的地下栗子 論輩分 還比衛無心高 我 大師兄名字實際 你亂架了 不會吧 衛無心沒 比我多起根 我以前叫大師兄 你先拿來一條 黑暗線水來我 來咬我 師兄 去哪來 怎麼樣 除了必死而 師尊和無聊 恐怕沒有第三者 成為黑暗線水來一搖 好 好 這 就練毒尖了 導人他蟹糞 堵入入口 放把火拳燒死算 萬一這裡 裡面也有人 還沒惡官滿意 豈不是網車好了 先去問問 師兄 本門用毒 編譽第一 為什麼要上繳燕王門 燕王門 燕王門算什麼東西 唉 想明是新進的 好吧 你告訴他吧 剪接的時候 師父新收了一個弟子 現在要稱大師兄 叫魏無信 阿魯門師 沒什麼本領 只讓他帶一種 黑色高壯的東西 當術修 沒多久 他神格當大師兄 然後師尊也就 命長們拼死弄出蛇毒 後來才知道 魏師兄是元王門的幹部 黑色高藥不是什麼毒藥 讓師父明得要是要 幾個師兄弟合力勸師父 準備剁了一張蛇倆 那畢神本已經離心離得 萬想中幹了嗎 師兄為什麼不討 你又會好笑魏門 我想學好本身 除了江湖 一讀行騙天下 所向無理 嚴明力萬 為國為民 時機不好的時候 還能逼一些富商大甲 交一些保護費 咱們又不是白癡 當初魏門也就是想 闖一訪事業 但眼下是沒希望了 鎖門的說話玉立 嚴格控管出入份子 曾經有幾個人逃出去 被避蛇硬盯上 沒多久被抓回來 送到蛇窟中 受萬蛇鑽咬而死 各位師兄 想要返家 安想天本之樂 唯青之氣就是造成混亂 趁亂逃出去 能造成本門最大的混亂 只有燒了蛇窟 鎖門的多半也要救火 古入門醉酒 不忍心燒窟養大的蛇 我推動跑了慢 燒了蛇窟 會來不及逃更萬 你兩個都沒膽量 這麼多理由 我去 還是有人莽撞 被點兩隻都送死去了 這麼快 讓我還不快開始逃 別急 別急 有這種大事 還輪到我這種小被殺 我只是去開通完蛇庫的洞門 順帶拖下幾個小蛇 以備逆謀如造 這麼英勇豪慢的大事 只有斯蒂你這種心智如鐵堅強的人辦得到 就交給你了 好傢伙 永遠是軟腳下的一隻馬 心智如鐵的舔心男 人家師兄要你去燒死的哭呢 我準備逃命 收拾系統去 斯蒂就沒遮 他沒在謝過 好 看我放一把火把這些東西全燒了 火已經放了 現在趕快拖回蛇庫 明天自己被燒死在這裡 他有敵人喔 噢靠他有敵人喔 來回集 欸不行欸 啊 欸真的不行哦 誒等等等等 剛剛發什麼事 剛剛是BUG 誒 不行不行 這整挑重點啊 這有哪些東西可以拿 比較值得拿 有哪些東西可以拿 等一下 我剛剛卡住 為什麼這拿不過來 這寶箱 我不要動 也會死 左邊那個寶箱是 靠腰勒 左邊那個寶箱是 幌子是不是 我拿不到啊 我拿不到這個啊 我剛剛一直拿它 被騙了 出去了出去了 是這樣 我盡力了 是我剛剛拿到什麼 這些東西 誰哭哨怎麼樣 我會不會問你沒有 先給你拿一下 全弄死了 全弄死了 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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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好圖也被我殺光了 看來 你只有改鞋龜燈 跟我去瓜恩府投案吧 你哪有 什麼 直接打架 堂門爐手 這應該是招式吧 欸 完全不會痛欸 再偷一次 好 沒東西了 好 沒東西了 光衝我大媽 哈哈哈哈 好像喔 哈哈哈哈 輕輕輕鬆鬆 五毒天水 欸 一定是分量不夠 喔 喔 還要打一場嗎 喔 還要打一場嗎 清靈寶甲 再一次 沒了 沒了 閃電五連鞭 哇 好適合 喔 好適合喔 原來以前遊戲 到現在只玩 現在這個年代玩 也是蠻適合的嘛 閃電五連鞭都出來了 欸 快死掉了 喔 運動力聊得上去補自己的 喔 要連鞭法跟連鞭掌 喔 要連鞭法跟連鞭掌 喔 要連鞭法跟連鞭掌 老傢伙都難查 一刀給你死 比如這樣子 他已經受了重傷 而且也傷了蛇窟 被捡上他的門了 被蛇人 元氣大傷 沒辦法找母會氣 你氣也該消了 好吧 你說我有理 別忘了再殺你 那個二大姐姐快救救我 對呢 還不想提海燕大夫拿蛇毒 也拿了 現在要破產金光婦女女兒 算了 順便救人就死 沒人良相風鬼到處煩的 送你回去搞不好能混合兩頓飯吃吃 別慌別慌 大哥哥馬上開鎖 救你出來 你連開鎖都會 少見怪不怪 只要不是機關按門 有洞的鎖很少不能開的 還蠻可愛的嘛 十年之後 先給你好印一下 小妹妹有沒有被欺負 大哥哥幫你檢查一下 看一看受傷沒有 小妹妹乖 大姐姐馬上帶你出去 那個哥哥很危險 千萬不要靠近他 我什麼時候很危險 人家小女孩天真浪漫 攔下你們這些少數的阿姨 滿肚子奇怪的想法 親正的小孩子是天性 天性啊 我要大哥哥幫我看一下 他們強迫我喝一種黑黑的藥 喉嚨好痛 怎麼樣 我就是女孩子克星 等一下你沒話講了吧 來 張卡嘴 舌頭輕輕往下壓 唸阿 這就是年完門的玄靈膏 那你先藏一些 本門衛護法 算準你回來 特別安排我在此關照你 本來我以為 這惡人鬼養了出痞子 沒想到人是險惡 連小女孩都是 岩完門的組織成員 是 這小女孩看起來困在這裡 事實上在監督 就避著神菌的舉動 這麼說了 海燕的驚慌富人爆消息的時候 我們就被盯上了 你怎麼了 要不要緊 你鬼了還是比較關心我 這點毒我還不怕 只是暫時不能動而已 這小女孩好狠 在嘴裡藏毒症 我太親敵了 你鬼了不會應變 這種時候當然是先拿下那女孩子 逼她加出解藥 要不要我幫你把毒吸出來 毒症在哪 不好吧 上一次我都不怕了 還怕什麼 在 在我舌頭上 這 怎麼會在舌頭上 我在你啊的時候 秀的一聲都重針了 大姐姐 我舌頭好拿 快幫人家飛得 我 你把眼睛閉起來 不准看 舌頭伸出來 你敢亂挺的話 奇怪 頭開始發揮 渾身無力 好像毒要開始發作了 你又怎麼了 重計了 我現在渾身脫離 小女孩已經通報未無心 不久就回來 我們得先避一避 藍妹 一會兒沒注意 你突然變漂亮了 不用你拍馬屁 我也會救你的 真的 你眼睛就像晴朗夜空中的繁星 兩個臉頰粉嫩白皙 配上鮮艷的雙唇 好險那時間香一下 你先前怎麼都不這樣稱讚我 我眼花了嗎 我到底要說什麼 雙腿修長 腰枝鮮細 連胸口都比以前偉大 我好想 不能在那裡呼應亂語 怪你娘生了個小聖狼 我馬上就背你回海燕的客棧 人家好害羞喔 偉大復發 我好想吃一點玄陵糕吧 我要的黑暗現實無意呢 蛇蠔毀了 要一點實境恢復 玄陵糕 床路的那兩個人呢 膽難不住 多點玄陵糕 我馬上就能把他們帶回來 玄陵糕 不是吃個沒利用價值的狗 連戰我們也是師徒一場 門牌都沒了 還後人自居師村 也不想想當初我路本師 所受到的種種屈辱 你的門人不是師徒的工具 你壓根沒想過 要傳授真功夫給別人 叛徒 你有資格輸我嗎 當初你自願納入 岩王們回想 火岩王不是交代不遠去動 夜團青的藏寶圖嗎 為什麼我在海岩課上 看到你門人做案件 有誰敢於受野王們控制 你有什麼玄陵官 匡無能夠功力大盡 剛開始的確如此 沒想到一陣子不服用 功力反退 後來只要不服用 就全身不對勁 讓我越陷越深 不知道江湖上 有多少門牌照到你們毒手 假路人讀到夜南天 武功密法 多半的殺盡 野王們出自口惡情 別說我 你入門的原因 不過也是要報復仇 我就不信你 你很聰明 不過 死人是不會洩命的 我的事 怎麼能讓火岩王知道呢 啊哈哈哈哈哈哈 你幹什麼 你眼神這麼曖昧 沒對我怎麼樣吧 你剛才被神棟對我說的話 我想再聽聽 嗯? 我有說過什麼嗎 你說 你說 討厭 你怎麼可以賴皮 哎呀 想起來了 不能承認 我倆這輩子 只耐著我不走 我只記得我重量毒 其他都不記得了 可惡 那你毒手動你最好 這點毒 毒不是我的啊 這毒嗎 是酒 酒裡香 兩面針 千日菊 風起花 浪洋 浪洋花 八角蜂這一類的麻藥混和煉製 不知道要加了什麼東西 連我這種擺毒不清的人 都全身麻軟 產生幻覺 啊 不過那時候的鐵像真的好美 全身都是衝勁啊 就是還死不勝地 我想問一下 我的臉頰為什麼這麼痛 想我走路撞牆 又有眼問別人 我照夢的時候被先臉清了一下 以後我還是做一些採狗時 睡棺材的夢比較好 好 小姑娘奶的正好 這位兄弟看起來氣血上騰 我已經拿一瓶解熱退火的藥 最好買兩副給他吃吃 不然我會擔心 幹什麼 要下手早就得手了 你這個大夫多管閒事 我拿玉瓶子來了 少俠自願去閉蛇中取回毒蛇 蛇毒 老婆這個開感動了 讓你死個玉瓶子沒問題 腦炸你才虛火上身 你耳朵都不靈 我已經取了蛇毒要給你 不是向你逃玉瓶子來著 謝謝 村民有不救了 唉 我也發了 發了 發了 我們走吧 就這樣子 什麼這 什麼樣子 不是應該要什麼 這個那個的 你在說什麼 哦 要報仇嗎 送你 一瓶子 十個 十個老頭人家賺算了 送你一百個總可以了吧 我要一百個瓶子幹什麼 旅途口可中開水盒啊 嗯 那你想什麼 我父母雙亡 只剩未去 更不可能有女兒 這個地點是幫親戚固的 我剩五分門 只有老命一條 你該不會有興趣吧 你是被搶了很多次是不是啊 聽說台詞 你也這麼順 就知道你家財萬貫 父母瘦高 機械成群 女兒一定很標誌 你得到毒液製作 蛇毒解藥 少說要大撞一票 你們不是欣賞善意 不求回報 你在做夢啊 這是現實社會啊 俠克烈士不是沒有 至少我不是 我們兩個費金千辛萬苦 才取回毒液 現在是化妝膜的 滿臉烏黑 你那位小美人都要如此驅救 接著被蛇咬 還有全身顫抖 用禁謀驅善 避蛇 悶得毒中不說 還放火燒了整個蛇窟 接著破解一層一層的機關 又是刀山又是油鍋 還有飛劍 我們是出生路死沒錯 可是 總之一句話 避蛇老巢算是被找了 這種大恩大德 全海營居民都奉為大俠都不為過 你是海營居民村中 又有知識 又有財富的大夫 當然該代替 該代表大家來一點心意 那你想要什麼 文靈一萬兩 嘿嘿嘿 大女兒已經嫁人了 惡女兒也有好人家穩定 小女兒還年幼不能受你摧殘 老三 我問問 他願不願嫁你 誰要缺少你家小女兒啊 偏偏偏都還不知道 我要你家的傳家寶物 你在這裡開業已久 聽名聲都知道你的醫術的確有幾分清了 每每學醫師的人都有一些祖傳口訣秘籍之類的 我虎口的工具怎麼能給你 那神主皇奶 我才不想要你把海營證明的死活生死 罷了罷了 今天算撞邪了 我這裡有一本祖傳的情字標準 家父真秀的祕傳奔草幹部 是一本神秘的藝術 送給你可以 當然是要答應我兩個條件 請說 第一 不能用裡頭記載的知識和我搶聲音 至少不能與方圓百里內開業 這本書落入壞人手中 危害甚大 千萬不能欺負你掃掃的子弟 沒想到挺有良心的 我答應你 OK就這樣 柳秀靈犀 好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了 好那今天這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就是挑了壁蛇洞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款遊戲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ng FB還有Twitch 那如果大家對大師的這個 賴野社群有興趣的話 資訊欄的連結可以加進來 好那就這樣子 謝謝 希望大家會喜歡 先主要創造這款遊戲的劇情